沒有啊 沒有也沒有關係啦 沒有那就用上課的Sample就好了啦 這個要準備小Sample可能有點麻煩啦 那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一樣要做對抗生存網路的這個學習 那我們上禮拜啊 就是我們大概發現 就是對抗生存網路是非常難訓練的 那另外就是這個 我們學到了Conditional Game 那這個難訓練的問題啊 我們今天就要來解決一下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難訓練的問題 到底為什麼會發生呢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上禮拜還記不記得 Discriminator的輸出是什麼 是一個Probability 那那麼奧康是去確定 他是真的圖還是假的圖 這個部分如果你夠清楚的話 你應該非常熟悉 就是我們在處理這種 機率跟類別的二分類問題的時候 我們用的一定就是Cross Entropy損失的函數嘛 那為什麼我們要用 Cross Entropy 來做輸出 為什麼我們現在的函數要用Cross Entropy 還有沒有人記得這件事情 有沒有人記得為什麼 只要是二分類問題 加上機率輸出 就要用Cross Entropy P跟1-P的問題很好 P跟1-P的問題很好 因為 這個 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為什麼要用Cross Entropy 主要是因為 我們的Output其實是Sigmoid的函數嘛 對不對 那Sigmoid的函數 它的導函數有一個P乘1-P的部分 那Cross Entropy也有P乘1-P的部分 可以把它消掉 對吧 所以說 這個 這個 就是 這個 這個 Cross Entropy 為什麼我們要用Cross Entropy 原因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現在問一個問題 就是 這個函數 我們當初在使用它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對它做過多的了解 但是我們現在思考一件事情 那我們假設 假設這個 P乘1-P 就是 它們兩個合在一起 導函數就是P-Y嘛 可以接受 它們兩個合在一起 導函數就是P-Y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 如果說 我們思考一下 如果說 Discriminator 在訓練的過程中 它已經很完美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 應該有印象 上禮拜 Discriminator總是訓練的比較好 對不對 Generator總是訓練的比較不好 我們透過一些很多有的沒的技術 什麼雜訓標籤啊 才讓Discriminator 稍微差一點 對不對 那我們思考一件事 如果Discriminator 在訓練的過程中 不小心 它免壓了Generator 那輸出就必然 要嘛就是0 要嘛就是1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意思吧 就是它 就是Generator 對它來講 已經是沒有了 就是 已經在它面前 無所遁形了 那這個時候 它要嘛輸出0 要嘛輸出1 那在反向傳播梯度的過程中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思考一下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 有沒有人要想的 這個問題很重要喔 就是 你如果不知道這個的話 以後 你們Model Training出現問題的時候 你們就只能上網找Paper 對不對 你們上網找答案 是不可能會找到答案的啦 就是現在深度學習的這種東西 就是 如果有簡單的問題 上網找答案 還是有可能找到的 那如果是這種困難的問題 假如說 你訓練Game 是訓練不太出來的 對不對 它不是程式的問題啊 它可能是數學的問題 找Paper都不一定找得到解答 因為根據你的問題 狀況不一樣嘛 所以我們要思考這件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想你們回答出來的機會不大啦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要怎麼樣 到底 就是導函數的分子部分 P-Y 如果是 很完美的狀況下 P-Y就會趨近於0嘛 對不對 因為 P跟Y就會完全相等啊 它如果很完美的時候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 對於Discriminator來講 權重是不需要更新的 對 對吧 那我問一下 我們現在先思考一下 對於一般的 任務來講 二分類任務來講 我們先不要考慮 我們在做對抗生生網路 如果你現在用心電圖 然後做了一個model去預測 它是不是有這個 就是左心式功能異常 當 當 當在training set的時候 P跟Y完全一致的時候 停止訓練有沒有問題 沒有任何問題 對不對 你 唯一 就是 你可能會擔心有overfitting的問題 那你擔心overfitting 你應該是去 讓它不要那麼快的完美 對吧 舉例來說你可以調整一些什麼 這個 weight decay的係數啊 或什麼之類的 或加一些什麼drop out啊 對不對 讓它不要那麼快完美 但是假設它完美了 這有任何問題嗎 沒有任何問題 對不對 因為你的目標就是要讓它完美 是吧 好 可是 可是你思考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我們的目標 是要讓它完美嗎 我們今天的目標 不是要讓它完美 對不對 我們今天訓練 就是對抗生生網路的目標 並不是要讓discriminator完美 實際上我們還有點擔心它完美 對不對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目標是要訓練generator 不是要訓練discriminator 對不對 所以當discriminator完美的時候啊 我們來思考一下 這個 如果 對generator來講 它就是完全不完美 它的p-y就是趨近於多少 1嘛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p-y就是趨近於1 那這個時候 它的t度會長成什麼樣子咧 也就是說我們要大量的更 因為discriminator完美 它不更新 但是 要更新generator的時候 我們就必須 想辦法去更新它對吧 可是這個時候它的t度 它的t度回傳到這裡的時候 會長什麼樣子咧 來我們看著一件事情喔 我們實際上還要先算 cross entropy對吧 我們實際上還要先算cross entropy 對吧 雖然說我們剛剛說 p-1-p 它是可以約分約掉的 它是可以約分約掉的 可是你在計算的時候 你覺得 程式會幫你約分嗎 不會 它還是一成一成算 它還是一成一成算喔 所以它在算cross entropy的時候 這個p乘以1-p 是不是趨近於無限大 是趨近於0 趨近於0 因為p很接近0或1 對不對 所以這個t度是不是趨近於無限大 那這個趨近無限大的東西 那即使你在跟前面的 這個東西再做一個 這個是很趨近0的數字 對不對 再做一個 約分 約分 可是實際上 在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就是 實際上在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清楚一件事啊 沒有什麼趨近無限大的 這種東西啊 當它的數字小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就是0啊 當它的數字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它就是無限大 你用程式裡面都只有近視值嘛 大家可以了解我這件事情嗎 我們一個程式要記錄一個數字 它其實是用64個位元去記錄的 64個0跟1去記錄的 然後前面32個 0跟1是記錄整數 整數部位 後面32個0跟1是記錄小數部位 所以它的解析度最小最小 就叫2的32四方分之1 沒有再比這更小的人 小於這個數字 它就認為是0 所以在更新權重的時候 其實啊 當你的p-y 很接近很接近0的時候 小於2的32四方分之1的時候 你其實這個網路就更新失效了 就沒有辦法再更新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或者說它很接近那個數字的時候 它做任何操作都很容易讓它的這個梯度跑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是程式的限制啊 所以 那這個問題是 如果是 在一般的網路裡面是不會出現的 為什麼 當一般的網路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 它就不用更新權重啊 對不對 沒有任何問題嘛 可是今天 generator它還是得更新啊 所以說 所以說其實它的t度就會 趨近無限大 那這個時候啊 你約分就會很容易產生不穩定的數字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 這個類 這樣子的一個訓練過程 我們發現的問題出在哪裡 問題出在我們習慣的SIGMOID加CROSSENTROPY的組合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我到底要怎麼改咧 我們來看我們怎麼改的 然後我們 現在 如果重上所述啊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損失函數 讓一切過程更平滑 那我們目標有兩個地方啊 第一個 請問一下 我們以往我們是輸出 property對不對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輸出property啊 我們難道不能輸出一個 呃 數字正 正數 就是輸出我們的輸出範圍是介於這個 是時數域 那數字很大就代表它很容易是1 數字很小就代表它是 它是negative sample 我們不能這個樣子嗎 我們可以這個樣子對不對 就是我們輸出 就是我們認為 如果今天一個網路 我們直接讓它 fully connected 出去之後 讓它輸出一個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的值 如果是超過0 我們就認為它是 positive sample 如果小於0 我們認為它是negative sample 我們也可以這個樣子 對不對 可以接受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掉sigmoid的函數對不對 因為sigmoid的函數 你看 我們之前 發明 cross entropy 不就是為了解決sigmoid的函數嗎 那種sigmoid的函數本身就是問題啊 所以我們要解決問題就是解決 這個問題的產生者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把sigmoid把它去掉 這樣可以吧 好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想一個損失函數 那再去掉sigmoid的狀況之下 那我們來想一個損失函數 來現在我們的輸出是什麼 負 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 對不對 是一個時數 那如果你是positive sample 你是不是希望它正越多越好 所以如果你是positive sample 我就要 讓你的輸出加上負號 這就是損失函數 對嗎 可以接受吧 如果你是positive sample 我就要讓你的損失加上負號 如果你是negative sample咧 那你就直接輸出 你的輸出本身就是損失 這可以理解吧 這非常的簡單對吧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教一個東西 叫WGAN 這個WGAN 大概就是 各種 反正你要這樣想 就是只要有人發明這個GAN 就會有一堆人 大家都知道它難解決 就有一堆paper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目前表現最好的 我個人認為是WGAN 好不好 還有WGAN GP 這是它的另外一個改版 但是原則上它就是 我們就只要WGAN就夠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損失函數被改成什麼樣子咧 這個損失函數被改成 1-y乘x-y乘x 來看一下 這是不是跟我剛剛描述的完全一樣 1-y 跟y代表的是什麼 如果我的y是0的時候 我要看這一項 如果y是1的時候我看這一項 我看這項加負號 對不對沒有問題 y是0的時候咧 就是它本身 所以這個損失函數夠簡單吧 對不對 它的意思就是 y-0的時候 x希望輸出負無線大 y-1的時候 x希望輸出無線大 好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們改了我們的損失函數 跟我們的輸出函數 好這樣可以吧 好注意一件事情喔 那WGAN除了做了這件事情以外 它還做了一個特殊的操作 也就是discriminator 它只有限制discriminator discriminator的weight 如果超過了某個數 就是它會有很多parameter 對不對 要我們優化 如果超過了某個數 我們就給它限制 不可以 不可以超過那個數 這樣可以吧 叫weight的結段 我們就 這一篇paper就只提出了這兩個觀念 當然裡面的數學推導非常的複雜 但是基本上它就只提出這兩件事情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件事情 試著把它實現出來 就是看看我們把我們的對抗生存網路 用這樣改一個 預測把sigmoid去掉 然後改損失函數 加上我們對discriminator做weight的這個階段 那我們來看看 performance會不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我們跟上捷克用的data是完全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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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直接用上捷克的data 然後 這個 iterator的部分 也跟上捷克完全一樣 iterator的部分 我們跟上捷克完全一樣 然後要注意件事情 你還是得重新貼一下喔 我們用上捷克的conditional gain 但是我們為了要測試 這個WGAN的能力啊 我們不要讓它有 Noise Label 我們不要讓它有Noise Label喔 因為以前我們 我們為什麼 我們之前都還需要一些 這個 有的沒的方法去解決嘛 對不對 那你還記不記得我們當我們 一用這個recisionate的時候 我們是怎麼做的 Bench Normalization我們也不要啦 ADAM我們也不要啦 然後我們發現resonate的表現一樣非常好 對不對 所以WGAN有一樣的效果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什麼 奇奇怪怪的方法 我們都不要用啊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試 我們來試著把我們的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iterator做一個改變 好 lesson 好 source ok 好編寫architecture 這個architecture 跟上捷克的gerator 是完全一樣的 跟上捷克的gerator 是完全一樣的 就是 conditional gain 好 然後 來 discriminator的部分 注意 我們 輸出convolution之後 就是輸出了 我們以往 convolution完之後 是不是還要加個sigmoid 我們現在不加sigmoid 的函數了 我們要直接輸出了 然後 我們的loss 變成了 y 乘以x 然後跟 y乘以1-x 然後 y乘以1-x 減掉y乘以x 變成我們最終的輸出 這就是我們的 W loss 好這是我們的architecture 好然後接著 我們 來設計我們的addon 那 的這個 of minor 那 這個圓文啊 圓文它的超參數是這樣設計的 圓文它的超參數是這樣設計的 當然我們可以試著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先試一下 就是 用這個 它的超參數 但是等一下我們做實驗的時候 我們試一下 這個addon 這個wgame那麼厲害對不對 照道理講 它不需要調整任何有什麼東西啦 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超參數設成 就是 標準的樣子 怎麼10的 -3次方啊 然後 0.9啊 0.99啊 我們來試試看 那這樣子它是不是還是train的起來 對不對 如果它這樣還train的起來 這說明了wgame真是厲害 這樣可以喔 好來 那這個 generator 的部分 我們要把這個執行器把它做好啦 好執行器 那指令器做好之後 除此的話全中 這個就請你從頭到尾往下貼啦 好不好 欸不要漏貼喔 不要漏貼 漏貼的話我們就會非常困難 好來 set它的這個 seed 然後大規模訓練 比較注意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是哪些地方在改 好不好 好首先 我先把這個save model把它去掉 因為我不想save model 我也不想要存圖 好來 注意一下 我們 中間的過程完全一樣 重點就在這裡 我會 這個 我做 這個權重的階段 在這個部分 做權重的階段 我希望它不要超過一個叫wlimiter的數字 這個wlimiter被我射成0.1 數字不要超過0.1 好我們現在就讓它來跑一下 我們可以看右手邊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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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Discriminator Updater 我沒有貼到嗎 喔在這裡 這裡我沒有貼到 好它在最開始的時候是 一定是Noise 對不對? 那注意它的損失 變成正無限大到負無限大之間 好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讓它等著訓練 那你們可以先貼一下 好不好? 讓你們先貼一下 然後 這個 就是訓練 訓練的過程 這個 如果你仔細觀察 為何軌跡的話 它會長這個樣子 好不好? 那一定是非常好 那 測試的語法在這裡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一下 做一些實驗 就是這個練習 好 這個 練習 就是我想跟你講的是說 就是 這個WGAN 這個 你如果會實做的話 那其他版本的GAN 應該不會很難 有一個叫 LSGAN 來注意一下 以往我們的這個損失 我們 這個Y 我們輸出SIGMOID 然後我們不可以用 這個 我們不可以用這個 就是 殘差平方核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Y輸出 正無限大 負限大 那我們可不可以用殘差平方核 其實可以 對不對? 其實可以用殘差平方核 我們試著用殘差平方核 來做做看好了 好不好 但是 要注意一件事情 這個 當你使用殘差平方核的時候 這個Y 在不同的時候 你要給的是 數字不一樣 這樣都用意思吧 這個 這個 當 這個還記不記得我們在 你看我們在這個 你看它訓練還可以齁 我們在這個 Iterator這裡 我們是不是有輸出三個 real的label fake的label 跟generator的label A是 discriminator生成樣本的label 這就是fake的label 那 B 真實樣本就是real label 那generator C C是什麼咧? C是generator label 這裡嗎? 我這邊是不是有三組 給你代入不同的數字 然後做 LS game 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練習題 那如果會做這個練習題的話 而且你有辦法用LS game 把training出來的話 那就代表quare 這樣可以吧 那我們來 我們來 就是我們讓你就是 稍微做一下training 你可以看到 W game 訓練的非常快 他來訓練到第二個 epoch 他就已經 寫出來的數字 就已經很像 對不對? 比之前的快得多 這樣可以嗎? 好那我們先 讓大家稍微練習一下 好我們剛剛總共問了三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那我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 10做 改W game 的 超參數的 超參數的 有沒有人有 哇靠 你們都沒有人有喔 那就是 一定要我示範啊 好 沒關係 我們就看一下 我這邊把超參數 改成了 10的-3 4方0.9 0.99很正常嘛 對不對? 好我們試著做一下 好不好 好看著 我們不用太久 我們就可以看到結果了 好不好 這個做這個實驗沒有很難吧 我想 我想應該 應該是值得一做 你們覺得這樣有沒有練壞? 有沒有練壞? 沒有練壞 好我告訴你們 沒有練壞 你們還記不記得 上個禮拜我們是練成什麼鳥樣 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上個禮拜的樣子 等一下我們再回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了 這是上個禮拜嘛 對不對? 上個禮拜我們 直接做的時候是長這負責性的啊 這個才叫練壞 那我們回頭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訓練那樣子好不好 等他一下 他等一下就會回來了 欸 也是 滿神奇的欸 還真的練壞了欸 他過一陣子就會回來啦 我們等下放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欸 好像也真的壞了欸 好啦他沒有那麼容易練壞啦 好不好 他的超參數 敏感度比這個 前面那個 好多了 就是比前面那個版本好非常多了 不然我重新訓練一下好了 他這樣真的是 看起來現在練壞了 同樣的結果我重新 我重新再做一次 可能答案就不一樣了 他沒有那麼容易練壞啦 我必須這樣講 好不好這個 這個 欸 他們 他跟原版的game比起來啊 他 練好的機會好了很多啊 這個 你看他 至少他一開始是 還是有點數字形狀的 原來那個 一開始幾乎就 幾乎就直接不見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一下要練成什麼樣子好了 好像有一點快了 他是不是要上那一卡的2 那你可不可以嗎 呃 沒有就是 如果已經出現這種就是 這種規則的那種 大概就會 大概就不可能回去了 現在如果還是一團團的 他都還可以修正 大概又爆了 好 這個我不想管啊 好不好 反正 如果你多試幾乎超參數啊 至少你可以證明一件事情啊 就是WGAN對超參數的敏感程度啊 比這個 比這個 就是原版的 就是低非常多啊 也就是說你 比較多超參數組合 可以 讓這個模型訓練出來 好不好 那這個實驗有時候難免就是會有一些誤差啦 好 那 我們先不要這個 我們先不要去試 那我們先來嘗試一件事情好不好 也就是如果我做了 這個 Logistic Regulation 這是 我們把Logistic Regulation的Predictor 改成LinearPredictor 然後Output改成 這個 這個 就是 就是 WLoss 那這樣到底可不可以訓練 來我們現在 在我們做實驗之前 我們所有人都要舉手 好不好 我們先回答 可不可以 到底可不可以 來 說可以的舉手一下 你不可以的舉手 剩下的人是什麼 沒有能力 你們選一個嘛 你們不要害羞啊 選錯就選錯啊 對不對 蛤 你們選一下嘛 好不好 你們三個覺得可以還不可以啊 可以 可以不可以 好 你咧 你們看起來真的是完全用猜的啊 感覺不會有任何理由啊 我應該問不出任何理由啊 李俊河你非常肯定啊 你覺得為什麼不可以 你覺得為什麼不可以 蛤 蛤 他最後還過SIGMOID 最後還過SIGMOID 沒有啊 沒有要讓他過SIGMOID捏 好那我們試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來 我跟著我實驗來 闡述這個結果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我們看著我現在已經 我現在已經把這個 就是 所有的這個 我把那個第四課的 reference 吃上來 然後我要用 Edge跟Rate去做預測喔 這樣可以吧 我要用Edge跟Rate去做預測 然後看著喔 在 我們現在只做Logic regression 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 中間三層全部去掉 然後我們DATA 直接 丟進Logic regression 這是原版的Logic regression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原版的Logic regression喔 出來之後就接Cross Entropy囉 好 我們來做一下訓練 好訓練得非常快 欸 我先 訓練得非常快 Performance也不錯 對不對 這個Logic regression的Model 輸出的權重分別就長這樣 這樣沒有問題吧 這樣沒有問題 OK 好 那我們來試著做一件事情 我們 來做W Loss版本的 好看著喔 一樣 DATA放這裡 DATA進來 直接Linear Output 對吧 好 這樣可以接受耶 Linear Output完了之後 這個Linear Output 跟我們的Label 做W Loss 這個沒有問題吧 好 有一半人說可以 有一半人說不行啊 對不對 大約一半 我們來看結果 這樣到底可不可以啊 這樣算不算可以啊 你覺得這樣算可以嗎 來 這是上一張圖 這樣算不算可以 這樣算可以 好 那 權重係數長這樣 這個不重要啦 對不對 因為 反正 他 RLC克服畫起來是準的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吧 所以 其實是可以的 對吧 這樣 剛剛搖頭的有沒有覺得非常失望 瑞晨你有沒有覺得非常失望 沒有覺得非常失望嗎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 有個問題 這邊有個問題 我先問一下 李俊何 李俊何你為什麼說不可以 因為我問題的問法讓你覺得不可以 你也不知道 你就是差一個 差一個也沒有關係啦 那這 可能是 剛哪一個問題 無限帶 無限大 不會啊 剛剛那個問題 你輸出無限大 那就是代表他很富啊 這樣有什麼不行嗎 好 沒關係 來來來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先停下來 因為你們已經 你們一定不可能想要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了 來 我們現在有一個問題 剛剛那是ROG regression 對吧 對 可是我們在做model的時候 沒有人在用一層的啦 大家都馬用 深度神經網路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吧 好 那我們現在要來做深度神經網路囉 那我們一樣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這裡蓋住 好不好 我們現在做原版的 我們現在把這邊 把這個限制打開 我們現在這樣接下來之後 我們這個data改成成RAIL 3 這是一個四層深的神經網路對不對 Logistic Output 這樣可以吧 我們來試一下 好 WALK 這個Logistic Regulation 這個 就是神經網路用 SIGMOID的輸出 然後Cross Entropy Rose Function 這個非常穩定 這個我們早就知道了 對吧 可以吧 好來 我把它關掉 好看著我要把它打開囉 好唯一的差別就是 跟剛剛幾乎沒有差別對不對 跟剛剛幾乎沒有差別 差別只在於我架了 額外的三層 所以現在是四層深 這樣可以吧 好我要按RUN囉 欸 這樣有沒有成功 沒有 為什麼 不懂 不懂 沒錯 就是一定會不懂 這個要懂不容易啊 所以我是故意做這個實驗的 來 為什麼 李俊河你最聰明了啊 你講個理由出來嘛 為什麼 網路淺了 欸可以啊 網路深了 就不行 看得出來它不太穩定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太穩定 那我給大家一個提示好啦 來注意一下 我們剛剛在讀 logistic regression的訓練 就是close entropy就越來越小 然後它的極限是0嘛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 好 這個loss你有沒有注意到 它越負越多 負到22 對不對 啊這個loss 它一樣欸就是很 越來越精靈 但是它預測就沒有那麼準嘛 對不對 這個loss你看喔 欸 負了非常多對吧 對 所以到底是 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負無限大 沒有負 它沒有到無限大啊 它沒有到無限大 它顯然還是有數字的啊 這個數字也不是特別大啊 講真的 我是要你比較上面的loss軌跡 跟下面的loss軌跡 對於close entropy來講 它有個極限 對不對 就是它預測 準確度 最後最後就是loss變了0 對吧 對於 Wloss來講 它沒有極限 對不對 有極限跟沒有極限的好處是什麼 好處跟壞處分別是什麼 好沒有辦法想到 那我直接跟你們講了 這種就是臨時出來的問題啦 好不好 有極限的好處就是 如果今天有個sample 它是positive sample 你p已經非常非常接近1了 它的loss是非常非常小 如果今天有一個negative sample 它的p已經非常非常接近0了 它的loss是不是非常小 對 好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你是linear output 今天它是一個negative sample 它已經輸出-5千了 -5千已經很小了 它會不會想要往-6千走 會 會 已經預測得很完美了 它還想要更完美 對不對 如果今天有positive sample 它已經震1萬了 它想不想再往震2萬走 想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所以說 這樣的理解沒有問題 可是這樣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的model 已經 對於某一個預測 對於某一個 對於某一個 sample的預測 如果已經非常好了 它到底要停止還是繼續 你認為應該要停止還是繼續 為什麼要停止 你不能看實驗結果說 停止比較好啊 為什麼要停止 讓我告訴你們為什麼要停止 因為你並不是對所有的sample 預測都很好啊 對 你對所有的sample 預測都很好 那當然要停止 對不對 你聽得懂我意思吧 你對一個sample 預測得很好 你又不停止更新對它的權重 那這樣你有別的sample 預測的不完美的時候怎麼辦 你是不是要更強調那不完美的部分 來我現在講 你現在手上有20個sample 如果你使用W-Rose 這20個sample 即使已經 有人已經很完美了 你就還是要繼續依照它的指示 讓它更完美 你就 不會去 特別去看一下 有哪些還不完美的 你要不要去做修正 因為對你來講 它們同等重要 對於Crossentropy來講 那些已經很完美的sample 它損失就會非常非常小 那些不太完美的sample 它損失就會非常非常大 你就會想要去更新那些 還不完美的sample 那為什麼 只有一層輸出的時候沒有感覺 很多層輸出的時候 才會有這麼明顯的差別 因為當網路不夠深的時候 它擬核能力不好 所以它沒有辦法 對每個sample做客製化的 客製化的去強力的fit 這樣懂我意思 它沒有辦法去做強力的學習 對於一個 就是普通版logic regression 它只能 它有辦法區分 40歲跟41歲嗎 可能很難 他們 因為它只有兩個參數可以優化 它沒有辦法去很容易的區分 這兩個的差別 或者40.1和40.2歲 它沒有辦法很容易的區分 可是對於一個夠深的網路來講 它甚至可以把它切開 對吧 有能力擬核正一函數的函數 就是有這種能力 這樣可以了解吧 所以它就有辦法 如果40.1歲是positive 40.2歲是negative 它就有辦法想辦法把它切開 那就會造成那個函數非常不平滑 所以如果你了解這件事之後 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讓我來幫你解決 你的logic regression 你給它加一個 你給它加一個限制 如果它已經 舉例來說 它如果是一個positive sample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已經 我這個5是隨便寫的喔 如果它 已經超過5 如果它已經超過5了 如果它 如果它已經6了 那這樣是不是會變0 如果它是3 是不是它就 還有點ross 對吧 那你 這邊給它加了一個負號 所以這裡的負號 這裡要改正的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喔 好 如果 它 加5 如果它已經超過 如果它小於-5 radio完是不是就0了 它是不是就不會更新了 如果它沒有小於 如果它還是在-3 -3是不是代表它還有loss 它是不是會繼續更新 如果我給它加了一個限制之後 是不是 如果它已經夠小了 它已經分類的很完美 就不會再更新了 我們再試一次 看到了吧 了解我這一串實驗 你了解到 我想要表達的意思了吧 這一個 我這個實驗在幫助你更了解 這些loss function的差別 對於 cross-entropy來講 它有一個先天的限制 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限制的loss function對不對 它希望我 更focus在 我還沒有辦法完美分類的那些 那些 sample上 對於 cross-entropy來講 cross-entropy加上sigmoid的函數 它有這個效果 對於 w-loss來講 它希望即使你已經 很完美 很完美 就是超過5 我這邊給它的限制 你這5隨便給它50也可以walk 你給它50也是可以walk的 這樣可以齁 你給它50也可以walk 對於那些 還已經很完美的 我還希望它更完美 那在traininglogical regression的時候 這會出問題 因為在做 不是logical regression 抱歉 logical regression只有一層 在training 深度神經網路的做分類任務的時候 這樣會有問題 因為 你的網路不知道要怎麼 你的網路不會做取捨 即使已經有一個 sample 它已經給你分類對了 你還想讓它再更對 這樣子沒有 那這樣子它是不是要為了它去更新梯度 那如果你的sample裡面有99%都已經是很完美 那你還要為了那99%的sample去更新梯度 那那1%的sample它就沒有辦法去蓋著那個神經網路的訓練 這樣懂我意思吧 它的梯度會被那99%的sample淹沒 它就沒有 它就沒有 那網路就不會 網路在更新權重的時候 就不會為了它去調整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可是 如果你加了幫 你加了限制 那網路 那99%的sample就不能用了 它就會為了那1%的sample去更新梯度 那Questentropy本來就有這個效果 所以在做分類任務的時候 W-Loss其實不好用 可以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當然了解了我的意思之後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 我們在訓練Game的時候 W-Loss是好用的 已經很完美了 我們還要讓它繼續學習 為什麼 因為它要學習進去錯誤的事情 它要學習辨識錯誤的部分 沒有啊 就是 我們就是要讓它繼續學習 不是 好我要跟你們講 為什麼 因為 Game和前面那個網路 不一樣 網路是有 那個 那個分類任務的網路 是有訓練的終點 終點就是 所有sample都有100% 訓練完美 這樣就沒事了對不對 可是Game的Loss Game的Loss本質上 它並不是 分類 Game的Loss越小 並不是分類終點 Game的Loss只是描述 只是描述Generator 跟Discriminator 他們競賽的狀況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你 Discriminator的Loss很低 那只代表它現在 對Generator有碾壓性的優勢 對吧 所以這個Loss 並不是我們的分類終點 即使有Sample Discriminator已經 把分類得很好了 就在這100個Sample裡面 99個Sample Discriminator都已經分類得很好了 它還是可以更好 因為那只是 現在Generator生成的不好 而且Generator馬上就會把Sample給換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 對於這個 分類任務來講 就不一樣 那個Sample不會被換掉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因為對於 Generator來講 Discriminator每次遇到的 NegativeSample都不一樣 它永遠不可能 它永遠只能夠繼續求進步 好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說 千萬不要 這些東西都要好好想清楚 好不好 我現在告訴你們這個東西 就是理論 理論的東西 當然不會 有問題嗎 對不對 只是為什麼有問題 我希望透過我剛剛的 對理論的解釋 讓你更清楚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 要來教新玩意 我們現在Generator已經訓練得非常好 那我們就要訓練 循環對抗生成網路 好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循環對抗生成網路 叫Cycle Game 這Cycle Game 是我覺得 我最喜歡的模型之一 就是我對這個模型非常喜歡 因為他做出來的事情真的非常有趣 他在做什麼 Unpaired Unpaired Data Training 也就是我上個節課有講過 有講過 把你的臉換掉 對不對 這個就可以用Cycle Game來做到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Cycle Game 它有個想法上的突破 就是傳統的Game 因為 輸入是一堆雜訊 對吧 輸入雜訊 然後給Generator生成一張圖 對吧 所以是Noise to Image 這樣可以了解的意思 Noise to Image 或者Noise to Unstructured Data 那Conditional Game是什麼 Condition 加上 Noise 然後 輸出是什麼 就Image 對不對 那Cycle Game 模型是 我只輸入 Condition 我不輸入Noise 我輸入這個Condition 我就要讓它 生成某一個普遍 那這不就是傳統的分類模型嗎 或者 我輸入一個Condition 我只輸入 沒有Noise啦 這樣還叫生成模型嗎 我們來看一下它怎麼來做的 好不好 好我們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這一個 來 這樣子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樣風格的貓 這是人化的嘛 對不對 我希望直接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這種模型 這種Data好不好取得 不會很難取得喔 我先用這個 然後用那個 就是我把邊界描出來 我是不是可以得到這張圖 那這樣子是不是 有一個 這樣的模型 是不是不會很難訓練 理論上 用自編碼器的那種結構 就可以把模型給訓練出來 這樣可以了解吧 就Autoencoder那個結構嘛 Image進 Image出 這種結構 可以很容易的訓練出來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今天 Sample長這樣咧 這是莫內的話 而莫內的話 他的照片長什麼樣子 你弄得出來也是厲害啊 怎麼可能弄得出來 對不對 那你現在不可能叫莫內 照著這張 這張照片畫畫了啊 對不對 那我們這樣子 有辦法重現莫內的真 我們這樣有辦法重現莫內的畫嗎 我們想一下人是怎麼做的 我們會 我們這個時候會請一個畫家來 對不對 請你好好模仿一下莫內怎麼畫畫 請你模仿一下莫內的風格 然後給你一張照片 請你做出一張 請你做出一張 莫內風格的話 那這個時候我們才有 Pair Data可以training嘛 對不對 那人類是怎麼做的 先學習莫內的風格 學習完莫內的風格以後 他再去畫畫 然後再產生Pair Data 然後讓我們training 欸這是不是脫褲子放屁啊 我們為什麼不能夠model all in one 我們model直接先學風格 學完風格之後然後畫畫 對不對 這樣可以嗎 好可以 想法很好啦 但是模型很難設計 我們來看人家怎麼設計的 我為什麼會非常喜歡這個模型 就是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非常聰明 我就是我們現在大概從二 大概我大概跟你們講一下 就是2016年以來 深度學習這個領域 有非常多重大的突破 當然 recidulate recidulate 是裡面最重要的一個突破 因為所有的模型都要用到recidulate 所以他引用次數很多 也非常知名 他的想法 我平常講非常好 我也非常喜歡 但是我還有喜歡非常多 有趣的模型 那cycle game是其中一個 我也是覺得非常有趣的模型 還有一些模型 我覺得很有趣 但是我上課可能也來不及教到 就是有些也非常難 但是也是非常有趣 那我現在要教cycle game 他要怎麼做的呢 來你想著喔 現在你有一個 墨內的話 這X是墨內的話 這Y是 照片 你希望 做出一個東西 讓 你希望做出一個 G這個函數 這個G是一個generator 我們叫做G G G可以把墨內的話 轉成照片 這樣可以吧 那另外一個F 可以把照片轉成墨內的話 他們可以互轉 那問題是我要怎麼訓練啊 來我們要怎麼訓練 來看著喔 如果今天 把我的X X是我墨內的話 對不對 我墨內的話 丟到一個 generator 產生 white heart white heart 是假照片 這是假照片 這個假照片 這個假照片 是white heart 那我可以 把拿一張真照片 跟一張假照片 丟給一個 Discriminator 這個Discriminator 它去分辨 誰是真的 誰是假 那這樣子這個Discriminator 是不是可以去指導這個G 請你生成一張夠真的照片 好不好 可以吧 可是這樣有一個問題啊 這樣子訓練的話 這個輸入不見得要X 輸入Noise也可以 這樣可以 你現在輸入X 是輸入一張墨內的話 我們現在假設你不要輸入墨內的話 你輸入Noise 這個Discriminator 一樣可以蓋著這個generator 對不對 可以吧 我們前面的對抗生存網路 就是這麼回事 對不對 好 可是那這樣子的話 我 我這個 對於我的這個generator 來講 我剛剛輸入的那張墨內的話 就相當於是達訊 所以我還要一個網路 來 我除了要讓Discriminator 去蓋著它以外 我還要把這個 你的這個white heart 再讓它經過這個F函數 這個F函數在幹嘛的 把一張照片轉成一張末內的話 對吧 那你一個X輸入進來 末內轉照片 再經過照片轉末內 那這個X heart 是不是應該跟這個X完全一樣 來我換個講法 英文翻中文 中文再翻回英文 那應該要完全一樣啊 是吧 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嗎 那這裡這兩張圖 既然要完全一樣 這是不是就是 Autoencoder的概念 那是不是 這兩張圖這樣有一個叫做 Cycle Consistency Loss 這兩張圖要完全一樣 欸同理 照片轉末內 可以先給Discriminator 去教他對不對 教他是為了要產生構真的圖片 這樣可以吧 接著 這個 再把它轉回照片 這兩張圖片要完全一樣 這個叫做 這就是Cycle Gant 我現在有兩組Loss 需要訓練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模型 我們的模型應該長這個樣子 來 首先 你需要有一個G1 G2 D1 D2 總共四個 model Cycle Gant至少需要四個model才有辦法walk 這樣可以吧 好來 這個G1 負責把real monet 轉成fake photo 這樣可以了解吧 這個fake photo 要跟real photo 丟給D2 D2 D2是一個generate discriminator 那這一張 這個D2 他要有能力分辨誰是真的誰是假的 那 假的 對於假的來講 首先他要學會 他學會了以後 是不是可以去guide G1 讓他做得更好 那接著 這個G1 要跟G2 做一個合作 把real monet 轉成fake photo 再轉回monet 變成restore monet 那這樣 這一邊 要一致 這兩個要一致 他同時要guide的這個 這個 這樣可以吧 好 反向是完全一樣的過程 好 問大家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 我們把這裡去掉 我們把這裡去掉 這兩個model 這樣可不可以? 這個模型不能walk 這個模型不能walk 為什麼 因為 G1跟G2 他們只要完全不改變圖片 欸 這裡也會完美 這裡也會完美 對不對 我換個講法 你今天 中翻音音翻中 你目標是希望他 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 對不對 那你 翻過來 抱歉中文還是丟中文 中文再丟回中文 那他是不是 Loss是0 英文丟回來英文 英文再丟回來英文 Loss是不是0 所以如果沒有Discriminator的幫助 他們 是可以input output 就可以完成這個 cycle consistency 這樣可以吧 但是有了Discriminator的幫助勒 欸 那就完全不一樣啊 你 我叫你翻成英文 你給我丟中文 Discriminator是不是很容易 就可以去分辨 那你這個一定是假的 所以強迫你 丟英文過來 那你既然這個要丟英文 那這個你就要想辦法翻回去啊 不然這兩個不會一樣 所以cycle game 最厲害的地方 他是透過這個Autoencoder的地方 不難理解 類似Autoencoder的地方 不難理解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最厲害的地方 是把Discriminator拿來去 破壞這整個平衡 然後讓他訓練得很好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個cycle game的這個模型 大家有了解他的概念了嗎 有沒有人不了解的 好 既然沒有人不了解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這是我真的訓練出一個model 我真的訓練出一個model 你如果想要看我訓練的model 你可以看這個github 這個github上面有完整的code 這個是真的256x256的 256x256的那個就是 的那個就是圖片 好這是我2018年做的喔 好不好 就是你可以試著看一下 他做出來的結果好不好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來這個真的照片轉成photo之後 他長這個樣子 那再轉回末內的話 那real轉成末內再轉photo 欸是不是真的很像 你覺得這個像不像末內的話 你覺得像嗎 很像對吧 效果不錯 好那我們來做個實驗好了 就是請你來 現在我已經把 訓練50代那個模型放在這裡喔 請你下載一下 我是很推薦大家下載來玩一下啦 好不好 那我這邊用國防醫學院的照片 我把國防醫學院的照片轉成 末內的話 那請你用自己的照片 或者你喜歡的照片 好不好 因為你這樣 你這節課你就算完全不會做model training 你至少會用 對不對 好我們來試一下 欸你們可以跟著我做啦 好不好 好這是國防醫學院的照片對吧 請你下載完那個model之後 複製貼上喔 然後你要改 你要把這個image的這個pads 那個pads把它做一個改變喔 這樣可以吧 好看到了嗎 轉換的效果還不錯吧 效果不錯 這是不是很像末內的話 但是 欸你們怎麼了 欸你們在笑什麼 蛤 覺得很有趣 但這個圖有什麼問題 欸這個確實很藝術啊 那樹怎麼變紫色的了 對不對 你們覺得變紫色的問題了 欸 欸金聰你厲害欸 我正準備跟他 欸 你們真的是很厲害欸 末內就是很喜歡紫色的嘛 對不對 欸我這邊就可以看出大家的人文素養啦 這個 我根本講 所有問題的喔 這個 就是 不夠了解末內 欸末內 為什麼末內喜歡紫色 欸金聰你看起來不錯欸 來 金聰為什麼末內喜歡紫色 欸 你講一下 欸你講一下 你那個 萬鈺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喔 就那個我笑不痛欸 你們沒有看過末內展啊 欸末內展 大概幾年前有稍微展過啊 那個 我來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好了 這個 我跟大家老實講 我也沒有什麼人文素養 這個 大概是我前 大概我幾年前上課的時候 我講說這個不太像的時候我被糾正了啦 那 學生就送了我末內的那個畫展的票啊 我就去看了啦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原來啊 這個末內啊他其實 在他 就是他後來在畫畫的時候 他眼睛好像有點問題 就是他那個 有點有點疾病這樣子 末內大概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那 那 他眼睛有點疾病 所以他分不太出來 那個 紫色跟那個綠色 所以他很多 他的顏色有一些啊 就是 就是 他就是他在畫畫的時候 他其實沒有 沒有辦法很好去分辨那些顏色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 反正綠色跟紫色 這些波長他分不太出來 那不過 有時候藝術就是這個樣子 畢卡索的話 我們也看不太懂 對不對 如果你們有人又可以用 用你們的人文數量糾正我就 那我們也可以接受啊 好不好 我會去好好學習 但是 總之就是 他的顏色就是喜歡用紫色 所以這個model 其實沒有學錯 真的就是紫色 可是我問一下大家 我們的眼睛沒有壞 你想要 你想要這樣的一張 國防醫學院的照片嗎 你真的想要那麼紫嗎 我可不可以讓他顏色飽食不變啊 可不可以啊 你不能說 像我 我來跟你們講一下 你還記不記得上捷克最後 我們有這個 放這個館長跟陳奇的照片 來 我現在把他運用過去好了 看一下 我是爐洲人 第一個 土生 塑膠臉啊 我覺得整形 好 我這樣講好了啦 如果你們覺得換顏色沒有問題的話 可是館長臉這麼黑 陳奇臉這麼白 我覺得我把顏色複製成怎麼辦 好 我要跟大家講這件事情 就是 我們其實是有方法可以解決的 我們來看一下 也就是說 我今天如果是一張末內的話 如果我把他丟給一個 照片轉末內 這其實是亂搞 這其實是亂搞 對不對 這個G2應該是拿來做 照片轉末內的 對不對 那我亂搞 我希望他 這張圖跟這張圖是完全一樣 為什麼 因為我希望我的照片轉末內的這個 這個 Model 他不要去改變末內的話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那 我的這個 末內轉照片的這個G1 如果丟給他一張 photo 他不應該再去改那張照片啊 他應該直接輸入本來那張 所以這兩張圖是不是可以完全一樣 可以產生一個叫 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樣懂我意思嗎 如果這兩張圖要完全一樣的話 那他的顏色就不能改喔 因為 這一個G 不可以改 顏色 改了顏色的話 這兩張圖就會長不一樣啊 你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我這兩個Model合作 這個丟過來的時候 綠色都變紫色 這個丟回去紫色再變綠色 那這裡是不是ok 那他很有可能還是騙得過他喔 為什麼 因為 末內真的會畫紫色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可是 如果加上這個限制 那這個Model就只能夠改風格囉 就不能改顏色喔 因為改顏色的話那這個就會毀掉啊 這樣懂我意思吧 這樣懂我意思吧 因為綠色都被改很紫色啦 那末內又不是不會畫綠色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如果我的Model又給他 加上個 identity mapping loss 那這個模型 就只會改風格 不會改顏色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來試一下 這是加入了identity mapping loss 之後訓練50代的結果 這邊有一個 這一個 identity mapping loss 訓練出來的圖 跟圓圖長得非常像 對不對 你看中間這張圖 再看這一張 哪一張比較好 顏色上來講這張比較好 但至於哪一張比較像末內 這個我沒有足夠人文素養 我沒有辦法跟大家講哪一張比較像末內 好這邊有一個 Version 2 的 P2N P2N 就是 Photo to Monet 那個 Monet to Photo 這個不重要 因為我們手上還沒有末內的話 對不對 來 請大家下載這兩個Model 然後再試一下 把國防學園圖片做個修改 好我們把它改成V2 我們再做一次 我來修Image 看到了吧 顏色是不是不改了 這是不是非常有趣 最有趣的是 你還可以不斷的再加強 他已經是末內的話了 我再把末內的話丟進去一次 讓他再加強他的風格 是不是看起來又更 更像油畫 再加強一次 是不是又更 現在已經有點糊了 效果不太好 可是他可以一直加強對不對 好 在我們做實作以前 我們先給大家休息10分鐘 請大家 自己 弦張喜歡的照片做個轉換 好不好 好 好啦大家等一下再玩 這個自己轉自己的圖 我們現在要上課啦 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剛剛那個Model 是怎麼被training出來 然後如果你以後 你要準備什麼樣的資料 你可以玩這樣的Model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cycle game 我們一定要知道 他generator的architecture 長什麼樣子 他generator的architecture 非常簡單 就是 塗進來 convolution 然後一堆 residual net 然後 的那個 residual connection 之後就decoding 這個其實就是 Autoencoder 的 類似 Autoencoder的 這個 就是 模式 但是Autoencoder 中間可不可以加 residual connection 不行 因為你要壓縮解壓縮 你怎麼可以直通 可是這個可不可以 可以 這個模型 可以做residual conne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discriminator 長什麼樣子 他discriminator 用的是patch game 這個東西 怎麼是意思呢 他就是拉上來之後 他並不是 變成一個點了 他變成很多個點 也就是說 他捲機一路上來之後 他可能會變成32x32 那32x32 他全部都一起做 他不想只看 這個 他不想一次看一張圖 他一次只想看一個patch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 好 首先 你可以 這個完整的訓練過程 請你參考這個github 這邊只有64x64 好 而且我們只用5張末內加5張真實的照片 不然你的記憶體會爆 記憶體會爆是因為我用cpu 如果你用cpu 那另當別論 但是我要跟大家講 其實5張對5張 其實就training的出來 其實不用太多 當然你張數越多 你training出來的效果會越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 我們從頭開始貼喔 這段很長喔 你們要成功的話其實 蠻困難的 好首先你先 Library 然後這裡有好多參數喔 包括 ctx 你要用gpu嗎 然後 bench size 1 我bench size只有設1喔 bench size不要太多喔 好不好 number of short image 1 epoc 20 number of print 20 w limit這個是我們剛剛 w gain的那個參數嘛對不對 learning rate lambda cycle consistence loss 這個是 什麼意思呢 我們總共有三組loss對不對 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個對抗loss 還有這個一致loss 我們可以看到 他那個 就是對抗loss固定為1 那我們其他的loss 他的權重要多少 我們希望他cycle consistence 也權重大一點 identity mapping loss 權重稍小 這個超參數 你可能要稍微設計一下 好不好 那這我們都用原文的超參數 好 先產生一個 iterator 這個iterator 你要注意重點喔 來我們現在首先你要先下載這一個 誒阿圖勒 好實驗檔案請在這裡下載很好 好這裡會有一個mini training list 這個mini training list 請你先把它讀進來喔 好這個training list裡面長成什麼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這個是一個training list 他裡面有墨內 墨內總共有幾張圖 總共5張圖 這是墨內的第一張圖 這個是jpeg的rawvector 這個東西你直接把它 read jpeg 我要怎麼read 我來看一下 read jpeg沒有錯阿 喔 我還要這樣子 好這樣就是第一張圖了 這是第一張jpeg 這樣可以吧 這是第二張 這是第三張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轉換阿 欸我剛剛的那個showimage函數 我把它毀掉了 我把它再讀回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剛剛這張圖 我們學showimage 這個解析度有點差 但是 因為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想要讓他解析 就是 運算量小一點 所以這64x64 那你可以換成這個 比較 就是比較正常的圖片 這樣可以吧 那當然這個模型的架構 你要不要改這個都可以啦 好不好 好我們把我們的 Iterator 把它 弄出來 意思就是我每次要產生一張 墨內的話 跟一張 這個 就是photo 這樣可以吧 然後 然後 我們來試試這個 Iterator 讓我們試試這個 Iterator reset了以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第一張圖 好這是第一張 墨內的話 第二張墨內 第一張photo 長這個樣子 好啦 因為這個解析度很差 所以你可能 看不太出來 這是 到底哪一個是墨內 哪一個是 哪一個是畫畫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在編寫 Arctitual之前 我們先寫幾個 module 這個module 是 resitual module generator convolution module 跟deconvolution module 這個module 這個module 你可以直接照抄 你可以把它想成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堆卷機盒 就是卷機器 卷機 再加什麼 Ricky66 再加什麼 normalization 什麼之類的 這個不是那麼重要 然後你的generator 長成這個樣子 discriminator 長成這個樣子 然後你需要三組loss的function 你要三組loss 這一邊 你看它程式碼 100多行 這個一定是 一定是很複雜的 這樣等我意思吧 你 你對 這邊我跳得非常快 因為我做 因為我認為神經網路對你來講 應該已經非常容易建立了 而且它 並不一定要長成什麼樣子 這樣等我意思吧 因為 我們之前一直講 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就可以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可以產生我們所需要的 每一個部分 好 那我們需要的每個部分 我們把它做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的 執行器 總共就有這麼多個 然後 填入初始化參數 並且updater 好 注意一下 這裡我們需要 這個optiminer 跟這個 我們的這個updater 然後我們要開始做 做training了 但是我們要開始做training的時候 我想要每一步每一步 帶你們做一次 帶你們看一下 這一步到底在做什麼 不然這一串程式碼 非常非常的長 你看這一串程式碼 有300多行 你們可能根本沒有辦法 去catch到 到底他在做什麼 好看著喔 首先 首先我這裡是留下我的loss 對不對 來 我要先做什麼 我要先做 generator real for monet for to fake photo 這什麼意思 我在做這件事情 這一張到這裡 用g1 對不對 forward 然後得到一個fake photo image 這樣可以吧 那fake photo image 接著 generator forward to 我來做這一段 fake photo to restore monet 這樣可以吧 好 過來變成 restore monet 對吧 好 這個東西我需要一個 cycle consistency loss 是不是在這裡 好 我得到一個 我得到一個這個 我得到一個這個 backward回來之後 我先把loss填進去 然後我需要他的gradient 傳回給 p2m 傳回給這個model 然後更新他的權重 然後再傳回給 這個model 再更新他的權重 所以我想前面做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 這樣總共回來到這裡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我要做 identity mapping loss 在前面這條嘛對不對 來 m2p 然後我把 photo 丟給他 photo丟給他 m2p photo丟給他 m2p 我在做這一段 m2p 是這個嘛對不對 m2p photo丟給他 我要做回來 然後得到一個mirror photo mirror photo 得到一個loss之後回來更新 所以我現在做這一段 這樣可以吧 過來回去 第一步兩步三步 一步兩步三步這樣可以吧 好對抗對抗的loss來 generator先產生一個fake photo generator產生一個fake photo 現在fake photo在這裡對不對 fake photo在這裡以後 我要fake photo 要丟給discriminator 丟給discriminator 告訴他是假的 假的 然後他要回去 回去了以後 更新loss 然後給一張真的照片 告訴他的真的 注意假的在這裡 假的是1 真的是0 這樣可以吧 然後再更新一下discriminator 然後再把這個discriminator 的loss傳回給g1 來真的假的圖 假的圖 然後把label切換掉 跟real的一樣 得到一個gradient之後 去更新generator1 然後再把它修正 這樣可以吧 修正這個東西 修正完這個東西之後 discriminator2 去做這個weight的這個結段 結段了以後 我們再做part2的部分 過來過來 過來 回去回去 更新 然後這裡再更新 然後在這裡這裡回去 這樣這整串語法 就長成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吧 非常複雜沒有辦法 這邊有多少條路 你看到了吧 這樣一個model 你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按source 我們來看一下效果 這個最開始 real photo real monet real photo 那這一個是 那個 monet to photo 然後這個是cycle consistence 這是identity mapping loss 這樣可以吧 看一下他越來越像哦 這張圖會越來越像墨內的話 這張圖會越來越像真的 那個 會越來越像photo 那這兩張應該要跟他一樣 這兩張應該要跟他一樣 這樣可以吧 我們多訓練久一點 你就會看到了 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要跟大家強調的是啊 這個我們再放他放的訓練一陣子 他就會變得更好 我要讓跟大家強調的是啊 其實 你可能 可以做更多有趣的任務 這是paper上的 就是這篇paper cycle game這篇paper 這是paper上 所有他做過的任務 這些都是可以互轉的哦 斑馬變馬 summer變winter monet to photo 這是我做的啦 這樣可以吧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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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飯骨的也可以變 這樣可以吧 這個 這些 這些都可以變 這樣可以哦 那 你可以自己做 下面這一個 好不好 我覺得下面這個蠻有創意的啊 我們以前國高中生的時候 我們有 我們 去那邊幹什麼 我們沒辦法打球 我們很想打籃 如果你真的是自然就是醜的人 你真的不要幻想自己自然就是美 因為很多人真的是自然就是醜 好 我覺得我非常就是我們今天做這個東西啊 就是我希望一件事情啊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把剛剛全部的過程都貼一次 你至少知道 你需要準備什麼樣的data 那模型要怎麼training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如果可以的話 回家試著 貼這個github上的語法 這個github上的語法 這個github上的語法也是非常 image在這裡啊 image不重要 來 直接code在這裡 preprocess data training process 然後use model 這裡我寫了非常詳細的教學 雖然是用英文 但是一樣可以全部都可以 每一步都可以一步一步把它做出來 這樣可以吧 我昨天說 他provide這個model to photo data set 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在這裡 我們用這個website download 然後他大概有291MB 好這樣可以吧 那如果你只需要一個 well training model的話 你不需要download這個dataset 因為我提供P2M 兩個版本的model 對不對 你可以試著在這裡 github 用我們的github來試一下 效果如何 我來看一下 我現在這個github 到底有多少一點 到底有多少 它三個 大家都真的不欣賞 沒有辦法用R的人太少了 這個是不太好做的 好 你有沒有看到 當我訓練久了以後 這個效果已經回來了 這兩張譜已經很像他了 是不是已經很像他 那這個轉過來 真的有比較像 這個確實像money話了 對不對 好啦我不需去training 我們今天 我是覺得上課就上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這個 就是我們cycle gap 我們已經帶大家 看過要怎麼如何實現他 那也帶大家體會他 強大能力 對不對 那我很期待 大家可以自己做一個 當然我們這節課 這節課 就是這個deep learning 這個課程 我們是沒有作業的 我們也 我們期末 我們也不是很想教大家 教作業 我們是希望 大家可以自己自動自拔一點 好不好 這個你可以 我是覺得 你可以試著做一個對抗 生成網路 循環對抗生成網路 這是我最喜歡的模型之一 那我們後面還在教一些其他的應用 這個模型 我是不知道醫學上可以拿來做什麼 就是我現在還想不太到 那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其他的 例子好了 就舉例來說像這個 如果說是 做自駕車的公司 他們可能會想要用這個造 這個模型 把這個遊戲畫面 轉成真實世界畫面 為什麼 因為自駕車你不可能帶著一台車子到處去撞 對不對 可是在遊戲裡面你要撞車 那就很簡單 這樣don't worry 是吧 所以 怎麼了 其實在一起學的 就是在一起學的 學習的教學就是 技術教學 然後就在那邊開刀 然後後面開 啊錯了 然後去晚階段 然後他會 接著畫面 然後就放棄 你想要讓他變得比較真是不是 對啊 也可以啊 好不好 就是遊戲畫面要轉生 真實畫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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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如何 他還是 他看起來就是在玩遊戲啊 對不對 只是畫面變得比較擬真啊 那個有時候 那搞不好現在的遊戲已經做得非常擬真啊 根本就不需要這個model啊 你們可以想一下 就是怎麼樣 這個model就是轉變風格 對不對 他最厲害的地方是做unpaired data training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model其實是可以拿來做 中英文翻譯的 而且實際上人家已經拿來做 而且做得很好 為什麼咧 還看著 他必須要用這個 這版的模型 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 要一字 中文翻英文 這個英文要被人家看起來像是真的英文 所以他不會只換單字 他連順序也會換 不然他就會被他看出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model也可以拿來做翻譯 而且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Facebook 用這樣的一個model 他的翻譯效果比Google還要好 大家思考一件事情喔 為什麼Facebook可以做這件事 Google不行 因為大家平常每天都在 每天都在上Facebook去貢獻你的文字 可是他沒有Pair 可是他沒有Pair 那Google呢 Google有很多Pair的Data 可是他沒有很多Unpair的Data 所以Facebook 用這個 有這樣模型的協助之下 Facebook就特別適合用這個Data Google就特別不適合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其實這個 就是你如果是你的優勢不一樣 用的這個模型也會不太一樣 好那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了 那再給大家玩一下